师父,请安。 感恩大慈大悲,救苦俊男,广大灵感,观世音菩萨。 感恩三世一切诸佛菩萨,隆天护法菩萨。 感恩恩师卢君洪台长。 感恩法师们,感恩义工,感恩佛友。 你几几年属什么的? 我85年属牛的,今年33年。 我有结,我和我的儿子都有结。 你身上血不好啊? 是,很怪的病。 免疫力跟血全都崩溃了。 麻烦。 跟房子里的灵性有关系。 还有你自己在阳间有过一次杀业, 比较不好。明白吗? 明白。 你几几年属什么? 85年属牛。 我身上有鬼啊。 我知道。 在你这个下面。 我知道,每天晚上都感觉都不对。 对啊。 真懂了吧? 你现在给他念几张小房子了。 我现在一天能念六张, 但是师父现在是这样的, 就是我是从怀孕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个药精, 有两个药精的, 然后没太重视, 现在果然两年之后病倒了。 然后我还梦见这个黑无常现在要来拉我的儿子, 就跟之前做的梦一样。 然后现在本来菩萨已经开示, 说108张小房子之后儿子就没事了。 但是由于我老公他现在刚信这个, 他不太信, 他晚上他自己也激活了, 然后有灵性在身上, 然后开始大骂。 嘴巴里还胡说。 是是是, 他不是他在说的, 我知道不是他, 他都变了一样。 声音都不一样。 是是是是, 不一样。 然后那个开示都没有了, 然后到现在就是, 现在就是, 梦见就是三个人一家三口都关小黑屋里了。 非常危险。 然后我今天早晨来法会之前, 有人在我耳边说, 我业障比例92%。 然后说, 还有菩萨说, 相信菩萨一定能治好你的病, 一定要相信。 你抱着很大的勇气过来嘛, 菩萨总归会救你。 但是不一定。 所以你们不要以为, 一定是老伯伯老妈妈才会死啊。 我告诉你, 三十几岁, 二十几岁, 几岁都走的都有啊, 不稀奇的。 所以大家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。 你自己要好自为之啊, 你们家这个怪病, 我告诉你, 实际上就是地府给你们划穿了。 听得懂吗? 你们一家三口, 过去在上一辈子同时做过一个坏事。 听得懂吗? 是把人家一个房子烧掉, 里边有烧死别人的。 现在在你身上, 那个不一定是黑无常, 就是被你烧死的人。 所以颜色脸整个都是黑的。 听懂了吗? 听懂了。 好好念经啊, 没有办法。 你老公再这样下去的话, 会比你死得早的。 像他这种死法, 就是冲出去被车就撞死了。 那个, 请问师傅, 那儿子, 现在就是有人来拉我儿子, 然后本来就已经化解了, 他又开始胡说, 现在怎么办。 现在又在身上了呀。 你当中有没有退转过了吗? 就是我老公现在还不太相信他, 就他有点胡说八道, 因为他不是他说的, 是灵性说的。 你记住我一句话, 不管是灵性不灵性, 他如果绑佛的话, 他会最近特别管的严。 我知道。 会把他拉走。 当时我都哭了, 我说别说了, 他根本就拉不住他, 一直在胡说。 你现在这样吧, 你只能保你了。 要么你三个都走。 我现在保保你呀。 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的。 有时候, 业障太重了, 你救不了三个的呀。 你自己都救不了。 他想我, 我给我儿子怎么念呢? 到关键的时候, 就是我跟我儿子老公算了, 死了就死了。 不是, 他那个, 他放佛我得, 我已经给他说, 给他念礼佛了, 念108遍, 但是感觉今天业障上来了, 好像背我身上了。 就是, 你赶快要讲, 跟菩萨讲啊, 个人业自己背了, 听得懂吗? 没办法了, 你只能这么讲啊。 真的, 我不骗你的。 否则的话, 你会被他背死的, 你们两个一起走啊。 这种血液病怪病的话, 很快就走掉了。 现在被人家钉个文字, 就死掉了。 这些全部都有因果的。 听懂了吗? 先保住你自己, 然后慢慢你再念经看看, 能不能保你先生。 明白吗? 台长能不能加持一些, 给多点时间呢? 现在每天只能练六张, 一个人两张都不够分呢。 你就是平时没有佛友帮你啊。 你看他们很多人, 有什么事情佛友都会相互帮助的。 所以平时要懂得出来帮助别人。 在没生病之前, 你就知道自己, 你不知道帮助别人了。 对不对啊? 就是这样。 人要学会帮助别人的呀。 对不对? 你看人家多少人帮我念小房子啊。 对不对? 师父十几年前就, 我要几十年了, 红法啊, 其实。 就是一直对人家好, 人家才会对你好。 你现在临时生病了, 跑出来谁来帮你啊? 你要是身体好的时候, 要帮别人的。 你现在这样吧? 你现在几岁啊? 我看看。 你现在几岁? 三十三。 师父蛮好了。 我现在已经帮你跟菩萨讲了。 帮你延了三年了。 谢谢师父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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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个三年当中, 肯定死不掉的。 你放心吧。 儿子不能有事儿吧。 我会好好帮他念的。 儿子几几年数什么的? 17年数鸡的。 几岁啊? 一岁半。 他比较麻烦一点。 你赶快给他念的。 好吧。 念多少? 之前。 之前黑无常来的时候已经脱梦化解了。 说108遍。 然后我老公开始胡说八道了。 现在又梦点走了。 现在我给你求到六个月。 让你儿子好好再补一点小房子。 好吧。 六个月儿子。 礼佛也要念。 好吧。 其实你儿子查不出什么病。 但没有的。 就是说走就走的这种病。 听得懂吗? 都是血液病。 所以你现在赶紧要给他。 我给你要了半年。 你就自己这个半年当中, 孩子保证没事的。 你赶快给他念。 小房子大概要念280张。 好。 你赶快求求佛友啊。 所以平时跟佛友不好。 听得懂吗? 你们家里实际上经济条件好。 你自己放生也不是太多。 赶快就多去放一生吧。 好吧。 好。 我自己念多少遍? 我给我自己。 小房子是吧? 对。 我是从怀孕的时候就梦见一千里二十张。 你现在的肠胃也不好啊。 现在就回身免疫力都崩溃了。 对啊。 肚子啊。 还有腰啊。 有关节都不好。 念吧。 慢慢念吧。 我都看到那个人了。 那个女的。 给你时间了。 你好好的自己抓紧了。 好吧。 你自己抓紧吧。 你自己慢慢念吧。 我把种树告诉你。 你还要三百六十张。 我吗。 好吧。 放生大概两千八百条。 好的。 谢谢师傅。 好了。 谢谢师傅。 已经算蛮好了。 谢谢师傅。 你现在来一次延三年的命, 你还要怎么样。 谢谢师傅。 谢谢师傅。 好好念经了。 谢谢师傅。 吃全素了没有啊? 吃了。 什么时候许愿的了? 许愿,就刚病倒的时候, 后来就是开始真的全信了之后。 但是前两天好像有一次鸡蛋好像吃了半个。 不是吃鸡蛋。 碰到其他混星了。 赶快忏悔。 好吧。 你啊,我告诉你,你要记住了。 你在这个三年当中,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, 他就会把你带走。 明白。 跟你说啊,你主要也是黑无常。 好了。 你自己过去有犯邪淫。 听懂了吧? 师傅跟你讲话,你都全部要记住了。 听懂。 明白。 这种东西全部给你算账,算总账。 知道。 不要乱来啊。 明白。 好了。 谢谢师傅。 嗯,好了。 谢谢师傅。 谢谢。